没想到本赛季霸榜前二的小郑 不光马超和小满是天花板的存在 而就连他的射手选出来也属于是独一档 这难道就是天赋在作怪 即膝脚战队凌峰托米战队后 昨晚又与赖神战队一决高低 而小郑在队伍中担任发育录 与老牌射手口袋队位 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用对手最自信的两个英雄 来拨正反手教学实力简直恐怖如斯 特别是第二局大小姐 前期大猎势最终以一己之力 代飞队友拿下胜利堪称爽闻 那么就让我们回顾一下 这场精彩的比赛吧 进入游戏对面直接选择 让公孙黎中开抢到献权后入境几方篮区 而小郑也是立马摇来队友 想要与对面换篮可无奈 他们的回防实在太快 就连孙病也送出了一起 然而这还没完等小郑回到线上后 走位失误又惨遭王昭军单杀 前期直接天崩开局 此时队友那边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伙伍在先手的情况下 反被人家大肆命举高高 所以对面此时必然会进几方篮区 更夸张的是这个亚连一人 追着四个打杀一个后 还能潇洒离去简直难以置信 但很快小郑就找到对面破绽 一旦双方中路打团时口袋上来 弹输出反被小郑一枪做掉 随后在等对面中路露头孙病一个大招甩上去 王昭军就只能乖乖领合饭 等到游戏快进行到10分钟时 双方都在找对面拥有没有留伪 而此时白起的坦度上来后 几方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孙病的加速完美解决白起推短的问题 嘲讽谁都能配合小郑远调 随后几方在拿下暴君后 对面还硬要在中路河道打团 但此时的小郑发育已经成形 谁来都一样跟送人头没区别 只要亚连的进场对小郑没有威胁后 那么他就是无敌的最终送给对面一波同意 但在推完对面下路高地后 他们已经先阵亡两人的情况下 完全有机会一波结束 可小郑走位失误被王昭军动到当场女恨 而队友也一个个相继倒下 最后硬是让对面拖到了19分钟 此时几方控三路兵线骑进高地对面 就不投不顾了 而现在孙上向的伤害一枪 一个小朋友对面根本不够看 那么大家觉得小郑天赋 四十的叔叔